最近很多粉丝询问博主 自由职业的网站网站到底哪一个比较好用 为此博主专门为大家撰写了一个自由职业网站大权的教程 教程当中对各自由职业者平台进行了对比 这篇教程已经发布在了博主的免费网站博客有网站当中 好我们实际点进去看一下 在这个教程当中博主以表格的形式对六个自由职业的网站进行了对比 包括这些网站是否收费易用度以及支持的收款方式等等 本期视频博主将为大家重点介绍其中一个自由职业的网站平台 也就是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 很多粉丝询问博主 哪一个自由职业的网站 网站比较好用 好我们查看到第一个这个名称为upwork的网站 我们直接点击进入 请大家这个网站网址博主已经发布在了刚刚向大家展示的这个教程当中 那么这个教程的网站地址博主会发布在视频介绍当中 大家完整观看视频之后可以直接点击进入本篇教程 本篇教程会对不同的自由职业网站平台进行编号 大家直接点击即可进入对应的自由职业网站平台 完整观看视频后 记得点赞转发本视频支持博主的创作 如果觉得博主的内容不错一定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图标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更新了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讲解这个平台的注册部分 我们首先点击右上角进入sign up 注册页面 这个平台只需使用一个电子邮箱即可进行注册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谷歌账号和下面这一种账号进行注册 在你填写完电子邮箱地址之后 你会进入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大概有九个步骤需要完成 当然这九个步骤都比较简单 那么博主现在进入的是第二步 这一步是需要添加相应的这个工作经验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网站平台 那么你是通过这个平台 相当于是售卖你自己的专业技能 所以说这个地方建议大家还是填写完整一点比较好 那么根据官方的这样一句话 Freelancers who ate their experience are twice as likely to win work 这句话是指如果你添加你自己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话 会有两倍的可能性赢得工作 点击之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添加工作经验的窗口 工作经验嘛这个地方可以填写头衔 这个可以填写你之前就职的公司 这个是地点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这个是国家列表框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相应的国家 如果你是现在在进行这个工作的话 可以选择这一项 这个是工作起始日 这个是工作终止日 那么这个是工作的描述 大家自己填写即可 之后的一步可以填写教育经历 这个地方我也节省时间 我已经跳过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填写语言 这一步比较重要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博主添加的是English英语 那么这个地方的Proficiency 这个相当于是流利程度 那我选择Fluent 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选择一个 其他语言添加一个 那我选择Chinese 选择Native 好我们直接 点击按钮进入下一步 此处是技能填写页面 这个页面也比较重要 因为你在自由职业者平台上 一般都是售卖你的专业技能 比方说你拥有摄影技巧 或者是图片设计技巧 或者翻译写作等等技巧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填写 这个会和你后面接一些 自由职业任务息息相关 我们点击 绿色按钮进入下一步 这个地方呢 是对你自己的一个简介 好 第七步也比较重要 很多朋友在玩 自由职业者的平台的时候 都可能遇到 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种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选择 你提供的主要是什么样的服务 这一步是用来 你自己为自己的服务进行定价的 此处可以设置你每个小时的收费比率 此处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你设置每小时的收费比率之后 这个地方会扣除一定的 这个自由职业者平台的一个服务费用 举个例子 博主此处设置的是每小时20美元 那么减去4美元的服务费 那么实际可以收到的是16美元每小时 好 我们点击这个绿色的按钮 基本的填写步骤之后 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直接点击绿色的按钮 查看 平台上的各种工作 现在的这个页面会展示不同的工作 比方说这个地方有支持中文的工作 那么说明这个平台是支持全球操作的 大家在这个工作选择页面 只需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即可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挑选工作时的技巧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地方的budget预算选项 这个自由职业者平台是雇主雇佣你进行相应的工作 然后你在线获得收入 那么这个地方的预算相当于是雇主的预算 那么你通过这个数据也可以大概看一下这个工作 你可以获得的收入情况 其次是看一下这个工作的描述 看看这个工作是否适合你自己 你是否拥有相应的技能能够完成这样一份工作 当然除了中文的工作描述 这里也有以英文进行工作描述的工作 比方说这个地方是website translation 就是网站的翻译 从英语翻译成中文 那么这个的收入就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这个工作是taking photos 也就是照片 但是这个呢要求会有一个带有这个泰语吧 这个应该是泰语 这里呢工作一般都是根据你之前填写的你的擅长的领域来推荐的 因为这个地方会有这样的文字是jobs you might like 就相当于是你可能喜欢的工作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个搜索栏当中搜索你喜欢的工作 打个比方这个地方博主搜索这样一个词writing写作的工作 我们看一看使用搜索功能搜索的工作会是什么样的 现在展示的是博主使用writing作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 那么这些结果当中会有不同地区的一些任务 比方说这个是印度的这个是英国的 使用搜索页面有一个好处在于大家可以使用左侧的筛选工具 什么叫筛选工具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能力级别选择入门级或者说专业级等等 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丰厚的收入 那么相应的任务的要求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根据hourly 就是这个每小时的这个收入标准进行筛选 比方说你想筛选每小时可以获得20至50美元的任务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筛选 当你输入这样的条件之后 那么它的任务会展示在右侧 相当于是符合条件的任务就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展示 那还有其他的筛选选项 这个地方就不为大家做过多的介绍 这个条件可以为大家简单提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的hours per week 相当于是任务每周的需要的这个时间 如果你想选择这种每周小于30小时的任务 我们可以点击此处 当然如果你想挑战自己 也可以选择每周大于30小时的任务 因为不同粉丝的情况不同 那么讲解完如何筛选任务 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任务 开始在这个自由职业网站上面 在线赚取收入了 最后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平台支持的收款方式 这个平台支持的收款方式 博主已经总结在自由职业网站大权 各网站对比的这个教程当中 支持万事达卡 Visa American Express和贝宝 如果你是网站新手不知道什么是贝宝 没有关系 博主专门为网站新手撰写了相应的贝宝教程 看完视频可以在视频介绍当中找到教程地址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此处 查看相应的教程 那么现在提到的支持的这些收款方式 可能因为地区而有所差异 当然网站也可能更改相应的收款规则 具体以网站现行的收款规则为主 本期视频录制到这个地方 已经接近尾声 为大家总结一下 本期视频为大家讲解了一个 自由职业网站平台当中 非常知名的平台Upwork 网站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本期视频 一定记得点赞支持博主的创作 觉得博主发布的内容不错 一定记得订阅博主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图标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最新更新了 欢迎大家将本视频分享给更多的人观看 看完本期视频 还想获取更多免费网站干货 可以访问博主的免费网站博客 有网站 博主的博客没有会员制 所有内容完全免费 喜欢的话一定记得分享给更多的人 想和大家交流网站心得与技巧 欢迎大家加入博主的免费网站 群组地址可以在视频介绍当中找到 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